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交于米德洋人手中七年之久 米德洋人的势力胜过鸟以色列 以色列子民为鸟防御米德洋人 收据鸟山洞 地洞和山寨 每逢以色列人杀种之后 米德洋人 阿玛纳克人和东方子民就上来攻打他们 对着他们扎刑 毁坏地产直到家杀一带 没有给以色列留下一点食粮 莲羊 牛 路也没有留下 因为他们总是带着家杀和将棚上来 多如蝗虫 他们来的人和洛陀多得无数 踏入境内 毁坏田地 以色列为鸟米德洋人的缘故 恨是穷困 因此以色列子民呼吁鸟上主 当以色列子民为鸟米德洋的缘故 呼吁上主时 上主就派鸟一位先知道以色列子民那里 对他们说 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 是我使你们由埃及上来 领你们离开鸟为奴之家 是我从埃及人的手中 从一切压迫你们的人手中救出你们来 是我从你们面前把他们赶走 把他们的地刺给你们 我曾对你们说过 我是上主你们的天主 你们在阿摩泥地方 切不可敬畏他们的神 但是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 上主的使者来到 坐在奥忽纳的一棵属于阿比厄 则以人约阿士的督柳树下 当时他的儿子基德洪正在让酒池里打墨子 躲避米德洋人 上主的使者显现给他 对他说 英勇的壮士 愿上主与你同在 基德洪回答他说 我主 请原谅 如果上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怎会遭遇这些困难 我祖先给我们所讲过的那一切其事 如今在那里 他们曾向我们说过 看 是上主令我们出来埃及 但是现在上主抛弃了我们 将我们交在米德洋人的掌握中 上主注视他说 凭你这种力量 你去拯救以色列 脱离米德洋人的掌握 看 是我派遣你 他回答说 我主 请原谅 我凭什么拯救以色列 看 我家在麦纳协之派中是最卑微的 我在我父亲家中又是最小的一个 上主对他说 有我与你同在 你必击拜米德洋人 如击一个人一样 基德洋又向他说 我若在你面前蒙恩 请你给我一个记号 证明与我说话的是你 请你不要离开此地 等我回到你者女 带来礼物 摆在你前 他答应说 我等你回来 基德洋就去预备鸟一只小公山羊 又用一握法麦粉作鸟 毛烤饼 把肉放在汤里 把汤盛在罐里 带到督牛树下献给他 天主的使者对他说 拿出肉和毛烤饼来 放在这盘石上 把汤倒出来 他就照样作鸟 上主的使者谁伸出手中拿的棍杖 杖头一触及肉和毛烤饼 盘石便起火 把肉和毛烤饼吞细了 上主的使者便从他眼前隐没了 基德洋谁知道他是上主的使者说 低呀 我主上主 我竟然面对面地看见上主的使者 但上主对他说 你放心 不必害怕 你不会死 基德洋就在那里 给上主立了一座祭坛 称为雅威沙龙 至今还在阿比厄 则以人的奥忽辣那里 当夜上主对他说 娶你父亲的一只牛 即那只七岁的肥牛 以后插毁你父亲的巴尔祭坛 打碎旁边的阿舍辣 给上主你的天主在这盘石顶上见一座祭坛 准备妥当 将那只肥牛献为全凡祭 用打碎的阿舍辣作木柴 基德洋就从博人中选出十个人 照上主吩咐他的作鸟 但因为害怕父亲的家人和成女的人 不敢在白天行事 就在黑夜作鸟 成女的人早晨起来 看见巴尔的祭坛以为 旁边所有的阿舍辣也被打碎 那只肥牛也献于身足的祭坛上 就被此询问说 谁作鸟这事 经过考察追问之后 断定说 必是若加士的儿子基德洪作鸟这事 因此本城的人对若加士说 将你的儿子交出来 将他处死 因为他拆毁了巴尔的祭坛 打碎了旁边的阿舍辣 若加士回答所有反对他的人说 你们要为巴尔辩护摩 或者你们要救助他吗 谁为他辩护 明天早晨便该处以死刑 他如果是神 让他为自己辩护罢 因为有人拆毁了他的祭坛 因此当天人就称基德洪为耶鲁巴尔 好像说 让巴尔与他争辩 因为基德洪拆毁了他的祭坛 那时 米德阳 阿玛勒克和东方子民都聚集起来 过了河 在伊茨勒以平原安了刑 上主的神充满了基德洪 他一吹号角 阿比厄 则以人便应照前来跟随他 他又打法使者走遍麦纳歇 麦纳歇人也应照前来跟随他 他又打法使者往阿歇尔 则暴龙和纳飞塔里去 他们也都想来与他们会合 基德洪就对天主说 如果你按你所说的 真要借我的手请够以色列 看我将剪下的一把羊毛放在和墙上 若露水单单落在羊毛上 而遍地都是干的 那么我便晓得如你所说的 你真要借我的手请够以色列 此日清早起来 果然如此 基德洪把羊毛一拧 从羊毛里拧出一本露水 基德洪又向天主说 如果我再说一次 求你别对我发怒 请让我用这羊毛再使一次 单单羊毛是干的 而遍地都是露水 那一夜天主果然这样作鸟 单单羊毛是干的 而遍地都是露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